作为四川大学的一名外籍教师 33岁的法国人吉米已经在备课新学期的第一堂法语课 这个暑假 吉米从成都出发 用24天的时间骑行2000余公里 途经西安 郑州 济南等城市 最后抵达山东青岛 2014年 吉米来到中国留学 完成学业后 他曾先后在济南大学 山东大学担任法语外教 这一次的骑行也是他的故地重游 我是从25号7月开始骑行 我想从成都到秦岛骑自行车 所以我需要24天到秦岛了 是我第一次经历这么长的旅游 用自行车 本来我喜欢骑自行车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去远一点试试 我觉得中国有件神秘 我认识西安 认识济南青岛 我去过旅游 但是我不认识有这些地方有什么城市 所以我觉得这个旅游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看看中国怎么样 所以我很满足 虽然每天近100公里的骑行十分疲惫 但吉米还是坚持在休息之余写旅行笔记 在他的笔记中 既有中国的大好河山之美 也记录了当地民众的质朴善良 公园我觉得很漂亮 有环境很舒服 然后有很多的小吃 人看起来很开心 然后在河南的话 河南有一个小村 但是我不记得名字的话 这个小村的话有花椒的味道 然后感觉非常放松的 特别在这儿 呼吸得很好 然后我们在山东是自博 自博人的非常非常非常善良 很搞笑的 然后我吃这些自博烧烤的 在网络挺有名的话 很不错很不错 我很喜欢自博的 路上特别热是最危险的话 我试试每一个小时 我有办法找一个加油站 然后在加油站 我去空调旁边两块多一点 有时候加油站没有开空调 所以他们帮助我开空调 让我两块的多 我差不多每一个城市 有一个非常多的善良的人 真的中国的心非常漂亮 在骑行过程中 吉米也曾打过退堂鼓 但旅途中的美妙经历 和善良热情的当地民众 让他坚持到了最后 我觉得开始的时候 第一到第四天 第五天没有太难 然后两个星期以后 我开始我的motivation 但是到第三个星期 没有很大的问题 每一天难 但是到的时候这么开心 都忘了有那么难过的气息 我在到这些山里 还是有一些小农村的地方 很有绿色的地方 有这种的城市的压力之一的 感觉到的 他突然 他走了 感觉自然和自己 有和谐的感觉 感觉是小孩子一样的 没有压力 没有任何事情的感觉 吉米在图中拍摄了 大量的视频和图片 记录自己的暑假骑行 他也打算把这段经历 和他眼中的中国 分享给新学期的学生们 现在我感觉我的心力 和我的身体比较 比较strong一点 强是这样说 有这种的经历 也会很帮忙 也会帮助我的周边的人 我的学生 我的我喜欢的人 这种的中国 你在电影没有 在视频没有 在天天的生活 不能感觉到 有这些味道 有这些声音 所有的地方有自己的方式 所有的地方的人 都有自己的 开心的方式 现在理解中国的 比较真正的中国 也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吩咐的